嗨 大家好 我是邦杰 那么相信大家听过很多 关于英语和口语的练习方法 比如说进度贩读 进听饭听 综术 口语笔记 影子跟读 还有诗意等等 但是对于这些练习的具体目的 以及对应于哪个阶段的学习 可能还不是非常清楚 所以本期视频我们聊一下 从一个英语学习者 到一名同事传语 需要经历的五个阶段 以及每个阶段所涉及的练习方法 让大家对这个职业的学习过程 有一个定性 同时也比较全面的认知 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 那么第一个阶段是提高语言能力 语言能力是一切翻译活动的基础 那么什么样的语言能力 就可以学习口语了呢 一个定量的参考标准是 雅思总分6.5 单向不低于6 其中口语不低于7 那么这个分数也是 威斯米斯特大学 口语专业的录取标准 那么你可能会想 口语6.5 还好也好像不是很高的样子 那么这里需要声明一下 因为录取本身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 除了语言之外还看很多东西 每年都会有很多雅思8.5分 然后被拒掉的人 不过这里我们先不谈 那么仅仅针对语言能力本身 这里也需要强调两点 第一个 这个分数只是代表 你可以开始学习口语 并不是说你可以直接去做口语 所以在达到6.5分之前 提高应用能力才是你的第一要务 先搭号语言提出 别去想翻译的事情 那么第二呢 远能力是一个终生学习的过程 即使你的考试到了某一个分数 也不要停止双语的学习 那么在好的高翻里边 雅思8分以上 或者是托福115分以上的同学 还是蛮常见的 那么这并不代表 你可以去做一个好翻译 而雅思托福听力满分 但是二级口语综合能力挂掉的人 也大有人在 不过这有一个好处就是 翻译更多要求你对语言本身的应用 因此呢 对于英美文化或者是语言学 并不需要有很高的把握 也就是说 你本科并不需要去学英语系 才能做翻译 而事实上呢 在国内外的高翻里边 每年的新生都会有相当比例的 学生是非语言的背景 那么专业反而会成为他们的一种优势 所以在这个阶段 大家需要大量的输入和输出 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听说读写方面的练习 比如说经读啊 贩读啊 经听啊 饭听啊等等 那么具体的操作练习方法 我们会在其他的视频中 单独讲解 那么第二阶段呢 是思维的转换 从英语思维 转换为翻译思维 那么大家都知道 双语好 不代表就可以做翻译 那么中间的gap在哪里呢 那么一口一栏说 听力理解能力是重重之重 而口译的听力 和英语考试中的听力 是有本质区别的 英语考试中的听力 是被动的听力 也叫做选择性听力 Selective Listening 而考试需要的是 抓住某一个词 某一个数字 或者判断某一个信息 是否正确 而与提杠无关的内容 不需要过于关注 因此在这点上 大家练习的主要方式是 听听和听写 而口译的听力是 主动性听力 叫做Active Listening 需要听者 边去听 边去分析讲者的讲话 从中总结出 他希望表达的意思 并且记住 还要判断出 整体讲话的走向等等 比如说 开听二口综合能力的 最后一题 就是要考试听一篇 600字的文章 然后写一篇200字的综数 那么在这个阶段 主要练习的 就是疫情的划分 段落的总结 综数 自己能力训练等等 那么练习的目的 就是去培养学生 集中精力去听信息 去分析信息的能力 而不是去纠结 讲者刚刚用了哪个单词等等 过于纠结字面 会带来很多问题 比如说常见的字对字的翻译 比如说这句话中 满嘴抛火车指的是 一个人说话不着调 所以口译的时候 直接处理成 He is full of crap 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过于纠结字面的翻译 处理成 His mouth is full of trains 反而会让人听得一头雾水 那么这个阶段的最终阶段 就是无笔记 叫传 Conselective interpreting without notes 也就是学生可以在不依赖口译笔记的情况下 可以只依赖听力和记忆 去翻译一段长度不是很长的语音 那么无笔记交传之后 就进入到我们第三个阶段 交替传译 经历了前两个阶段之后 学生应该已经知道了 如何去分析信息 去听取信息 以及记忆 从而做到无笔记交传 但是真实的课议环境中 讲者并不会每次都非常友好的 只讲十几秒就停下 另外 议员每天工作的时间 也不可能只有两个小时这么短 在这个阶段 学生才会开始进行口译笔记 这项技能的学习 这样议员就可以长时间的从事口译 比如说一天八小时 并且依然可以保证口译的质量 当然口译笔记是一项很综合的技能 具体拆开来还可以说 口译笔记的结构 它的符号 它的学习设计 实战中的应用 以及一些细节的处理方式 比如说数字口译应该怎么记 从今应该怎么记 才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翻译等等 那么这里也不一展开 同时这个阶段 一般老师也会带着学生 或者学生自己也可以找机会 去进行现场的观摩 来看看真实世界的会议和口译 是怎么进行的 那么第四个阶段 是诗译和影子更读 严格来说 这并不能称之为一个阶段 因为他们和教传上 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先后学习关系 那么诗译一般也可以和教传一起学 而影子更读大家也知道 在最开始学英语口语的时候 实际上就可以做我们的练习方式之一 只是因为这两个是从教传 过渡到同传的重要联系 所以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第四阶段 那么诗译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接触同传之前 我们只接触过比翼和教传 而同传和这两者相比 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 叫做零碎与超前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比翼和教传的时候 我们至少有机会看完或者听完一个完整的译群 再开始进行翻译的工作 而同传只给你部分的信息 同时你也不知道想者在下一秒会讲出什么话来 比如说我们看个例子 那么在比翼时 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去理解每一个词 并且写出译文 所以最后的译文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张表从使用人数和流失程度两维度 评估了世界上的各种语言 而教传时 因为语言需要在讲者结束之后 两到三秒就开口 所以除非你的汉语功力非常的深厚 否则是没有太多的时间 去追求高质量的语言润色的 保证正确 并且会议可以正常的继续下去就好了 因此教传的译文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这张图片 从使用人数以及语言的存在情况 评估了世界各国的语言 而在同程的过程中 如果语言听到state of health才开始翻译 那么肯定已经把前面的文章已经忘光了 翻译的质量就会很差 因此我们就需要借助一个技巧 叫做顺据驱动 那么顺据驱动指的是 在尽量不改变语言文文法的结构的情况下 顺着语言文的文法结构翻译 从而减轻我们记忆的负担 节省出更多的精力 去应对出新的信息 那么加上同传过程中 是争奋多秒 Install就行了 所以同传的语言文大概是这样 途中描述了全球语言的使用人数和流失情况 那么就像刚刚提到的 同传的零碎和超前的属性使得语言既然要在很有限的信息之下就要开始进行翻译 因此顺据驱动也就是按照原文的文化结构顺着往下翻译的能力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 而试意练的就是这种能力 唯一的需别就是信息的输入从听力变成了阅读 那么当然具体试意的学习也涉及到很多的技巧 比如说了解基本的中英文句集的结构差异 断句切分的技巧 灵活的表达 尽量精简的表达等等 而影子更读的目的 在口语练习时可以帮助调整语音语调 在口语中可以帮助练习分脑 Multitasking 那么影子更读的方法也不止仅仅是 紧跟着原文复述这一种 之后还可以加上时间差 做延迟的更读 或者边更读边墨写数字 最后还可以用自己的画做诗意 那么在这个阶段就已经相当接近于同传的练习了 那么关于诗意和影子更读之后 我们会有单独的视频进行讲解 那么现在大家只要知道 这两个是从交传到同传的重要过度练习就好了 那么另外更读也可以用于口语练习 最后第五个阶段 也就是进入同声传译的练习了 这个阶段基本就是以实战为主 掌握同传的技巧 所以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练习 以及参加学校举办的模拟会议 这样学生就可以了解 真实世界的口语环境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样的话 学生从如何和会方沟通去拿材料 以前的准备 会中的临撒反应和相有的合作 以及会合的总结和自我提高等等 每个环节都可以受到打磨 当然以上都是一些非常简化的版本 因为口语除了技能的训练之外 还有很多专业素质的训练 比如说客户信息的保密等等 那么这里我们不再一一得赘述 那么最后我要简单吐藏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口译和笔的质量标准 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但是市面上有很多口译的书籍 提供的参考译文 实际上都是人笔译出来的 并不符合我们口译的真实情况 因此这会给练习的人 带来一个很不好的影响 会打击他们的自信 觉得自己好像永远都发不到 书里面的译文这么好 那么我的翻译生涯也完蛋了 其实大可不必 其实有些很好的书 比如说这本高级口译教程 也偶尔会有一些这样的例子 但是毕竟都让人口译出来 再转弱的话 工作量实在比笔译大太多了 因此编着也没有这么多的时间 所以最后大家在练习口译的时候 发现译文提供的译文质量极高 已经接近了笔译的质量 那么大可不必灰心 只要要求自己翻译的内容是正确的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刚开始学习口译的时候 不必过于纠结 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那么以上就是从一名音乐爱好者 成为一名同声传异的有个阶段 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请在评论区留言或者是邮件咨询 我们下期视频见啰 当中的关注视频 能不能 optimize 如果有更多的影片 请订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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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